样鬼样鱼自来税私用提示 因为一直有人问养归养鱼自来水的使用问题 本期视频 东归先生简单来回复下大家关心的一些自来水问题 1. 样鬼样鱼能用自来税吗 为什么不能用自来水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自来水养归养鱼 是唯一解安全又稳定的水源 水质是有国标控制的 不用自来水 用河水湖水井水矿泉水 且不说对于多数人都不现实 就算是居住在河边湖边的人 以现在野外水体的污染现状 多数河湖水质并不比自来水好 所以自来水请放心用 2. 自来水能直接用吗 需要量塞吗 量塞寄铁 自来水能不能直接用 取决于使用环境 新开缸可以直接用 少量换水或少量加水 也可以直接用 换水量超过四分之一 不建议直接用 对于没有院子 没有别墅 没有室外露台的居民 绝大多数也都没有阳光下 晾晒自来水的条件 东归先生阳归养育用的自来水 全部没有晾晒过 但是会准备两个水桶 提前两三天接水 然后再用 但随着东归先生 开出鱼缸归缸的增多 两桶水其实根本不够用 所以现在东归先生 凡是换水三分之一以内的 差不多都是直接用的自来水 没有条件晾晒的 没必要纠结 提前两三天接水 然后再使用就行 自来水晾晒无非就是除鱼滤 而鱼滤很容易挥发 并不一定非要太阳晒不可 散 自来水适用前 需要假鱼乐抱吗 又用吗 东归先生手头有买鱼缸 时商家送了这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主要是因为东归先生 这里的自来水 鱼滤本身不高 没有使用的必要 所以有用没用真不知道 建议自来水鱼滤气味明显 且紧急使用时在用 平常的话 提前两三天接水也就可以了 思 这里自来水需要假消化细菌吗 消化细菌需要食物才能火 它的食物是氨淡 而氨淡的来源是腐烂的有机制 例如死于烂虾 乌龟和鱼虾粪便等 而新接的自来水 里面并没有这些东西 加消化细菌 是想让它饿死 然后坏水嘛 所以不用加消化细菌 误 自来水胎应这么般 应该是北方的朋友 省心的方法是养你身边的龟或鱼 本地养龟厂的龟 或本地的原生鱼 都能适应当地水质 如果必须使用软水 那就只能使用水软化剂了 但东归先生没有使用过 所以具体情况不清楚 请自行搜索解决 以上就是对五个大家询问 比较多的自来水问题的回复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古法低成本养龟养鱼 关注东归先生有干货